皇冠的主人 证人和鉴定人 巧克力国王有两个儿子 他想要把王位传给最优秀的皇子 棉花糖大臣啊 本王老了 该如何决定继承人呢 报告陛下 森林中有一头非常稀有的银路 传说只要抓到他 就能好运一辈子 哦 不如来办一场王位涉猎赛 那一位皇子先涉中银路 本王就传位给他 不过只要涉中即可 不需上了银路啊 遵命 于是 一场由巧克力金王子与银王子之间的王位涉猎赛 就此展开 银王子迅速以木剑射中银路右腿 待银路逃跑时 木剑掉了 此时金王子趁银路受伤 辅射一铁剑 使银路倒地 嘿嘿嘿 阿姨 你的木剑掉了 王位是我的 怎么可以这样 金王子啊 这神圣的王冠就是你的了 哈哈哈哈哈哈 被笑钱骂 先涉中银路的不是金王子 没想到棉花堂大臣为了阻止国王传位给金王子 发起一场王位诉讼战 传证人路同 我虽然未满十六岁 依法不用拒绝 但我一定会实话实说 我当天为装成鹿 想取鹿奶 看见一鹿先被木剑射中受伤逃跑 才被铁剑射到 不说 谁会相信一个小孩的话 我说的是真的 速尽 速尽 于是 法官询问检察官的意见 传换公正鉴定人说明鉴定结果 鉴定报告确实发现 银路身上同时有木剑和铁剑的伤口 而且铁剑上的伤口变出毒液反应 与金王子剑袋里的毒液是一致的 银王子不仅是第一位射中银路的人 他用木剑射裂展现真正的慈爱之心 本王决定传位给他 魔王一名 银王子继位 众望所归 看完故事 现在你已经了解到 证人和鉴定人在判决中扮演多重要的角色了吧 最后 再来复试一下他们扮演的角色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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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